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我花了五年时间 把女友从十八线捧成顶流影后 当初失恋被网爆到抑郁 暴影暴时几度闹自杀的丑小鸭 蜕变成了白天鹅 她说等她拿到奖了 会告诉全世界她爱我 她拿奖的那天 我在家里等了一夜 可等来的却是 她和其他男星酒店夜会被派的新闻 电话里 那个男人对我说 燕燕她刚睡着 今晚把她累着了 我记得那个声音 是当初害她被网爆的人 后来 她被人用同样的方式又伤害了一次 哭着来求我 像她那样的垃圾人 不就该烂在垃圾堆吗 柳如烟拿到影后大奖的那天 我特意在家里给她准备了庆功宴 电视机上 柳如烟出现了 她接过颁奖人递过来的奖杯 激动的热泪盈眶 她站在那儿 看着镜头 感谢了导演 粉丝和同事 可偏偏没有我 也许是太紧张了 我在心里给她找理由 柳如烟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 五年前 刚刚经历了失恋和网爆 身患隐喻 一无所有的她找到了我 她说成为一个明星 站在台上领奖是她一辈子的梦想 我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 没忍心拒绝她 就这样 我陪着她 从最开始的群演到现在的影后 为了她能有更好的发展 我成了她的经纪人 这么多年 为了给她拉资源 抢代言 无数次在酒桌上拼命 看着她在台上一发光的样子 我就觉得所有的苦都值得 她说 等她拿到影后大奖的那天 就告诉所有人我们是多么相爱 可是今天 她拿到了奖杯 却没有兑现她的诺言 颁奖典礼结束后 我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 铃声响了好久才被接通 喂 又有什么事 柳如烟的语气听起来很不耐烦 我安慰自己 她只是太累了 燕燕 你多久到家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今晚不回去 把你那些破烂玩意收拾起来吧 没等我再开口 她就把电话挂了 我那句还没酝酿好的质问 也没了开口的机会 我在家里等到凌晨两点 柳如烟还是没有回来 我忍不住又打了个电话过去 这一次是秒接 可是接电话的却是个男人 对面的男人不屑地轻笑 没完了 燕燕是不是说了不回去了 你一个经纪人管这么多 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柳如烟呢 让她接电话 对方沉默了两秒 燕燕她刚睡着 今晚把她累着了 哦 对了 我是一腾城 还记得吗 我挂了电话 查了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果然 三个小时前 柳如烟去了一家酒店 我立马开车去了那家酒店 我不想让她再重蹈覆辙 酒店在郊区 我开车一个小时才到 柳如烟住酒店 怕泄露信息被狗仔拍到 从来不用自己的信息 而是用我的 我向酒店报了我的信息 顺利拿到了房卡 我敲了敲门 没有用房卡 门开了 是柳如烟 她穿着半透明的性感睡衣 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她揉了揉我眼 柳如烟 我不是一腾城 柳如烟这才看清我 但下一秒就变成了不屑 你来干嘛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你不解释一下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柳如烟双手抱胸 如你所见 我和她在一起了 柳如烟 那我们这几年的感情算什么 她指着我的脸 就你 咱俩就是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这些年你吃我的 花我的还不够 要是让粉丝知道 我和你这样的软饭男谈恋爱 我还要不要脸 柳如烟不停地指责着我 我有一瞬间恍惚 五年的感情 好像都是假的 我分不清到底是从前那个 努力可爱的柳如烟是真的 还是此时此刻 我面前这个表情扭曲的柳如烟是真的 一腾成的出现打断了柳如烟 他穿着浴袍 慢慢悠悠地走过来 找得挺快啊 哥们 请来喝一杯 语气里满是挑衅 我再也忍不住了 把柳如烟推到一边 一拳打在一腾成的脸上 一腾成应该是不怎么锻炼 没两下就被我打趴在地上 你他妈在敢骚扰柳如烟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我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冲过来把我拉开 你要死啊 你凭什么打他 柳如烟挡在一腾成面前 气势汹汹地看着我 一腾成擦擦嘴角的血 是他先勾搭上我的 不懂吗 他妈的下手真狠 柳如烟听见这话 看我的眼神更加凶狠了 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对你的了 我没忍住提起五年前的事 我不想揭开柳如烟的伤疤 但我也不愿意看着他往火坑里跳 可柳如烟却好像毫不在意 谁还没有个过去了 那时候大家都年轻 阿诚也不是故意伤害我的 一腾成立马在一旁附和 对啊 燕燕 当初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都太年轻了 而且 后来的事情 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柳如烟牵住一腾成的手 我不怪你 现在我有能力了 我也能选择和谁在一起 用不着你一个没钱没事的软饭经纪人馆 我看着他如今这个样子 心里一阵难受 他好像忘了 五年前是我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五年前 柳如烟还只不过是个演网剧 都拿不到女一的十八线女演员 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 家里对我也没什么要求 我对电影感兴趣 就经常去各个剧组兼职 算是积累点经验 大家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以为我只是个剧组打杂的 我就是在那时候遇见柳如烟的 他是组里的群演 我是一个产物 中午发饭的时候 少了一份盒饭 刚好没有我的 我坐在角落里抽烟 柳如烟走过来把他的那份给我 你吃吧 我减肥 那时候他还满脸稚气 像个出入社会的小牛犊 那天中午 他坐在我旁边 叙叙叨叨的说个不停 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是演戏 比起演员 他更想成为一个明星 不过我喜欢的人在剧组里 我想离他近一点 他双手脱腮 眼里满是憧憬 一腾成在一群助理的簇拥下 从旁边走过 上了保姆车 柳如烟指了指他 满脸害羞的跟我说 看 就是他 我喜欢的人 是他 他盯着一腾成的保姆车 信誓旦旦的跟我说 等杀青那天 我和他同一场戏 杀青了 我就要跟他表白 那场戏里 一腾成演的是王演 而柳如烟演演的 不过是众多青楼女子之一 柳如烟没有食言 杀青那天 还没等卸妆换衣服 他就叫住了一腾成 一腾成 你等一下 他现在一腾成后面 伸手拽住了他的衣服 柳如烟鼓足了勇气 一腾成 我喜欢你 从大学到现在 一直喜欢你 一腾成不明所以地皱了皱眉头 所以呢 柳如烟愣愣了愣 所以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还没等一腾成回答 周围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都笑了起来 还有几个人在小声嘲讽 他谁啊 这么用 这是没有自知之明吧 太丢脸了 一腾成也听见了 摇了摇头 很明显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柳如烟脸红了起来 但依然没有放弃 他低着头 你不记得我了吗 高中和大学 我们都是同学啊 一腾成甩开了他的手 拜托 我同学那么多 都要跟我谈恋爱吗 再说了 咱俩之前 你演的妓女 我演的王演 这么明显的差距 看不出来吗 他就走了 丝毫没有顾及 脸上的通红的柳如烟 柳如烟站在原地 周围都是对他的窃窃私语 过了几分钟 他哭着跑了出去 我站在旁边 没什么表情 感情向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谁也不能说 他是不是赌错了 我本以为 我和柳如烟也不会再有交集了 可是当天晚上 柳如烟告白的视频 就被传到了网上 一腾成正是那段时间 火起来的 粉丝数量飞涨 视频一出来 柳如烟立马被粉丝 人肉出来了各种信息 什么人啊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没有脑子的捞女 我看就是想蹭热度 哈哈哈哈 如他所愿 黑红也是红了 我家哥哥应该打个狂犬疫苗 以防下次再被狗咬 粉丝的疯狂行为还不止于此 他们扒出了柳如烟的电话和住址 网上不仅是对他的谩骂 还把他的家事扒了出来 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女孩 网友戏称他为土捞女 又土又爱捞 家门口被粉丝刷了红漆 他每天都不敢出门 伊藤诚没有为柳如烟说过一句话 反而在微博上发了一份声明 从未与成女士有过任何交集 呼吁粉丝抵制这种过激行为 柳如烟的告白 在他眼里是过激行为 在粉丝眼里 那份声明成了他们攻击柳如烟 更有力的后盾 等我再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是在他家的楼顶上 柳如烟因为网爆得了抑郁症 暴饮暴时 整个人判了20斤 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电话的 他坐在天台边上 手里还拿着半瓶喝剩的啤酒 他哭成了泪人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骂我 喜欢一个人 说出来有错吗 我不出名 也没钱 就不配有爱吗 我怕他情绪激动 出什么危险 小心翼翼地把他从天台边上抱过来 他靠在我怀里 像失了魂一般 我给好多人打了电话 可是没人理我 他们都怕我这种麻烦惊 我没办法了 才打了你的电话 我就是想有个人说说话 我看着怀里的柳如烟 满脸憔悴 和几天前 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元气 小声说求你帮帮我 我心软了 我不愿意看他这样自暴自欺下去 从那天起 我成了他口中那个最可以依靠的人 网络上的谩骂随着时间逐渐消失 但是柳如烟受到的创伤没有消失 我带着他搬了家 搬到了郊区的一个两室一厅 柳如烟得了焦虑症和暴食症 每天都沉浸在抑郁和暴食两种状态中反复 我看着原本阳光的他变成这样子 心里很不适滋味 刚开始我每天都去陪他 给他做健康的简直操 拉着他运动 做手工 尽可能的不让他有时间停下来胡思乱想 慢慢的他的状态也好了起来 我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 就好像一朵即将枯萎的花在你的手心 又重新绽放 柳如烟恢复之后 仍旧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他变得怕黑 我给他买了小夜灯 整夜整夜的给他开着 可是他还是说觉得害怕 我要走的时候 柳如烟就拉着我不放 他要我陪着他 我答应了 也是从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对他好像不仅仅是同情 那天晚上 我陪了他一整夜 柳如烟说 这个世界上 我是他唯一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的人 柏达哥哥 我想好好活着 因为你 我才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柏达哥哥 我想重新去演戏 我想要让那些嘲笑我的人多仰视我 他抱着我 声音软软的说 哥哥 你能帮帮我吗 我答应了 我希望他重新发光 重新拥有更好的人生 柳如烟特别高兴 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吻 那是我们恋爱的开始 也是他事业的开始 柳如烟本来就没什么名气 再加上告白的事情 圈里没有剧组愿意要他 他设了几次戏 都被刷下来了 我看着他难过的样子 生怕他再次回到以前的状态 不得已 我用了家里的资云 联系上了几个导演 可娱乐圈也不是有人卖就可以的 酒桌上 我是资历最年轻的经纪人 几位投资方和导演轮番朝我灌酒 白酒下喉 烧得胃里火辣辣的 那是我第一次被人灌酒 没有经验 喝到最后 整个人摊在椅子上 失去了意识 我不记得那天 我是怎么回到家的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 我就要醒了睡着的柳如烟 剧本拿到了 说完这句话 我就趴倒在床上了 一时朦胧 我听见柳如烟高兴的尖叫 他把我扶起来 对着我又摸又轻 看着他那么高兴 我就觉得喝再多的酒 受再多的苦也无所谓了 柳如烟毕竟是科班出身 基本的演技还是有的 我负责在酒桌上拼命 和各大投资方导演周璇 他就负责拿好手里 一个又一个的剧本 实现他的演员梦 刚开始的几年 一切都越来越好 不管是他的事业 还是我们的感情 柳如烟拿到 第一个女主角的那天 他亲手给我做了一个蛋糕 在我们两个人的出租房里 他把蛋糕抹得满脸都是 他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 博达哥哥 跟我拿到影后大奖 我要当场告诉全世界 你是对我最好的人 是最爱最爱我的人 嗯 那晚 我只觉得他比蛋糕还要甜 可是诺言只有被承诺的那个人 才会永远当真 柳如烟依旧爱惨了伊藤城 依旧选择重蹈覆辙 他在联系我的时候 是让我帮他解决掉狗仔手里的照片 狗仔拍到了他和伊藤城 一起进酒店的照片 这段时间 他正在和剧里的男主 朝CP这组照片要是传出去 对谁也没好处 我联系了狗仔 花了十万买下了照片 我还是希望柳如烟能看清伊藤城 早点醒悟 可是没过几分钟 柳如烟就更新了一条微博 文案是有你在才最安心 配图是一束红玫瑰 照片里还有一只手牵着柳如烟的 照片一出 粉丝们立马开始猜测男主是谁 还有不少粉丝在评论区 克柳如烟和剧里男主的CP 可是我确认得清清楚楚 照片里的手就是伊藤城的 一边让我花钱买照片 一边暗绰绰地在网上秀恩爱 我觉得我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柳如烟没有签约公司 只有身边有生活助理和专用的化妆师 以及造型师 除此之外 他所有的工作都是我来负责的 这五年来 赚的所有钱都进了柳如烟的口袋 可柳如烟却觉得 我吃的喝的都是他来供养的 一瞬间 我好像理解了农夫与蛇 为了不去想柳如烟的事情 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我觉得或许我们之间都需要冷静一下 工作完回家的时候 已经十点多了 令我意外的是 主卧房间的夜灯居然开着 我以为是柳如烟回来了 开门的一瞬间 我却听见了几声喘息 床上两个人交叠在一起 是柳如烟和伊藤城 两个人赤裸裸地 躺在我亲手铺的床上 柳如烟喜欢绿色的床品 他说有大自然的感觉 让人感到心安 可此时此刻 我只觉得一个巨大的绿帽在我头上 他们两个像没看见我一样 毫不在意地穿上了衣服 柳如烟穿好衣服 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质问我 来我家不知道敲门啊 你家 柳如烟 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柳如烟一把推开我 房贷是我还的 钱是我赚的 我让你在这白吃白喝这么多年 你还敢说我 柳如烟你别忘了 当初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我们不说感情 你至少对我也不应该这样吧 柳如烟一脸冷漠 你帮我什么 不就找几个资源吗 我现在还用着你就是看得起你 我震惊地看着柳如烟 相伴五年的人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腾成在后面一副看戏的样子 我说大哥 你吃软饭就罢了 看来连床上那点事也满足不拢的艳艳 不然艳艳也不会三天两头来找我 不过说真的 你家床也太小了 我抬手就要打一腾成 可是柳如烟已经挡在了他面前 你别想动他 他当初在网上怎么说的你忘了 那时候他也没办法 纪伯答 我知道你放不下我 但是只有和他在一起 我才会幸福 你就安安稳稳做你的经纪人 别的都别管 柳如烟带着一腾成走了 把房子的钥匙扔给了我 这房子送你了 一腾成回头 艳艳买了栋别墅 做我俩的婚房 他俩今天整这一出 就是为了恶心我 柳如烟是在逼我 亲手放弃他 我没有按柳如烟说的 做一个安稳的经纪人 我推掉了所有有关的他的工作 既然他觉得我的付出可有可无 那我也就不必再为他卖命 我挂断了所有来找我谈合作的电话 统一回复联系一人本人 可工作室的门还是被敲响了 来的是个女孩 看着年纪不大 很面生 你好 请问纪伯达老师在吗 我一脸猛逼 很少有人称呼我为老师 你说的纪伯达老师是我 女孩看了我一眼 点点头 纪老师 我想加入你的工作室 你愿意待待我吗 你想演戏 我看着面前的女孩 她气质很独特 和娱乐圈格格不入 一身很简单的穿搭 但是挡不住她清冷的气质 她和柳如烟是两个截然相反类型 女孩点点头 把玩着手里的手串 我觉得你可能不是和娱乐圈 再说了 我也不是什么有名的经纪人 女孩笑了 纪伯达 你很有名 那个柳小姐不是你一手带火的吗 你的能力无庸置疑 你这么相信我 不 我相信我自己 我们俩会是双赢 我点了点头 何必为了柳如烟放弃我的事业 我所付出的 值得被认可 女孩伸出手和我握手 我叫安高仪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安高仪比柳如烟男朋友多了 她不是演员专业出身 本来在国外留学读的也是商科 我找了几个剧本给她 她不是看不上男主 就是嫌角色人士太傻 你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体验人生的 怎么还挑起来了 我也忍不住说了她 安高仪倒是没生气 她翻着手里的剧本 有理有据的说 不是我要求高 只是这女主也太蠢了吧 为了抛弃过自己的凤凰男 放弃事业 这不纯纯恋爱脑骂 演这样的就是对观众的迫害啊 我虽然没什么名气 也不能演这种角色 给祖国的花朵洗脑啊 我看着她一正词言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 别人演戏都是为了金钱 为了名利 她可倒好 还担心祖国花朵的未来 见我没有说话 安高仪皱了皱眉 但是你别担心 我会照常付你工资的 她那一张 居然于千里之外的脸 说出这样的话 还挺反差 明明表面上看起来清冷决绝 实际上好像比我想象的更可爱 我总觉得安高仪有点熟悉 不用你付工资 等你火了 收入和我四六分 安高仪瞪了我一眼 假装生气 电话响了 我这才注意到手机里 已经十几个未接来电了 大部分是柳如烟打开的 她怎么会想起来找我了 我回过去 柳如烟秒接 纪博达 热搜你看了吗 你为什么不去公关 你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吗 只会吃软饭的饭桶 柳如烟嗓门巨大 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安高仪也听到了 她依旧没什么表情 淡淡地坐在那里 我这才点开热搜 榜一就是柳如烟和伊藤成 两个人在酒店清热忘记拉窗帘 直接被狗仔全程直拍 狗仔只放了三分钟的片段 还贴心给两人打上了马赛克 柳如烟在电话里不断质问我 为什么不花钱把视频买下来 柳如烟 让我别管你不是吗 我只是听了你的话 不再为你卖命了 柳如烟没有回答 听筒里传来一阵摔东西的声音 紧接着是伊藤成的声音 燕燕 我们官宣吧 我会对你负责的 柳如烟和伊藤成官宣了 柳如烟正是人气最高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官宣 对他自己和再播的剧都不好 唯独对伊藤成最有利 一个即将过期的男星 靠恋情再赚一波红利 我不再安排柳如烟的工作 他的身边只剩了一个生活助理 他彻底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愿望 和伊藤成在一起 然后告诉全世界 我看着本是他给我的承诺 却换了男主角 心里好像连留恋都没有了 我对柳如烟的爱 早就被他消耗殆尽了 两个人官宣之后 柳如烟的粉丝一片脚摔 他们之前一直吹捧的是 柳如烟大女主人社 一个人独美 伊藤成的粉丝就不一样了 开始鼓吹自己家哥哥多没有魅力 两边粉丝骂得越来越凶 柳如烟依旧不管不顾 他也不进组了 整天就是吃饭睡觉陪伊藤成 两个人一整个大卖特卖 我不再看与他相关的任何消息 可是偏偏这时候 一部电影主动找上了我 这部电影是半年前我就在联系的 一部国外著名导演 筹备了三年的剧作准备开拍 没有公开选决 能去试戏的不是有背景 就是有实力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柳如烟送去试戏 可是完之后 半年没有回信 选决导演主动联系了我 说是选定的女演员生病了 想让柳如烟去顶上去 我想了半天 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柳如烟 可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拒绝了 我怀孕了 拍不了 他躺在沙发 一点演员的气质和姿态都没有 我现在有钱有闲 我还需要在那屏幕前紧眉弄眼吗 他刻着瓜子皮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这样子 彻底放弃了对他仅存的一丝希望 导演那边我没办法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安高仪去设戏 也许是造化弄人 导演一眼就看中了安高仪的气质 她就是我要的女主角 导演当场就定了下来 安高仪也很满意 她说这样的大女主剧本才是她想要的 回去的路上 高速公路上我开着车 车里放着音乐 安高仪坐在副驾 她突然开口 季老师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柳如烟那种吗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问 嗯 那要是我说我喜欢你呢 我争了争 别开玩笑了 好吧 那我还是先搞失业了 等我出名了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你是最近也的经纪人 我听着似曾相识的话 回了她一个微笑 我陪着安高仪进了剧组 毕竟是大制作 组里每个人都十分敬严 待在组里的两个月 我几乎断了和外界的联系 安高仪杀青的时候 整部戏也拍完了 剧组官宣了演员海报和预告片 安高仪一个没有名气的新人 立马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组里的主演被邀请去走红毯 安高仪也包括在内 怎么样 好看吗 她穿着修身的浅色长裙 更加显得她气质轻朗 很美 安高仪向我伸出手 那你愿意做我的男伴吗 好 我答应了 多副剧组其他男演员的 偏偏就选了我 我挑了一身低调的西装 陪着安高仪走上了红毯 在后场的时候 我们身后刚好是柳如烟和伊藤成 几个月没见 柳如烟明显变胖了很多 身上的礼服紧蹦蹦的 就算精心打扮过了 整个人还是散发着油腻 她小鸟依然似的靠在伊藤成肩上 还在向周围的工作人员炫耀 你们懂什么 我这是幸福肥 她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 完全没注意身旁的伊藤成 嘴角抽了抽 离她远了点 红毯上 安高仪是第一次亮相 她身材和样貌本就出众 再加上娱乐圈里 独一份的清冷气质 对面的摄影师们 纷纷举起摄像机对准她 闪光灯拍个不停 主持人在一旁介绍 让我们欢迎新人女演员安高仪 安小姐 今天是你第一次出席我们活动 有什么想给大家说的吗 安高仪自然的接过话筒 大方的回答 大家好 我是安高仪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经纪人季老师 没有她的努力 我是拿不到这个角色的 所以今天我特地邀请她 来陪我走这个红毯 台下的观众纷纷发出起哄声 安高仪自然的挽起我的手 走向了后台 我们的下一组 就是伊藤成和柳如烟 两个人一上台 摄影师们连摄像机都不愿意抬了 一个发福没有事业心的女星 和演技服不上墙的过气男星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拍的 活动现场 许多演员都来找安高仪敬酒聊天 她应对的如鱼得水 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参加活动 反观柳如烟和伊藤成 两个人在旁边搔手弄姿 又搂又爆 生怕别人注意不到他俩 等到人群散了 柳如烟朝我们这走来 纪伯达 你翅膀硬了 你是我的经纪人 什么时候成了他的 我撇开柳如烟伸过来的手指 柳如烟 咱俩早就一拍两散了 柳如烟依然不依不饶 我这五年是给你吃喝 就算是养了条狗也会给我舔脚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 那个角色明明是我的 为什么让他演 安高一比我更先开口 柳小姐 有些东西你拿不住 自然有拿得住人接手 另外纪伯达现在是我的经纪人 我劝你对他放尊重一点 安高一说话声音不大 但他的语气明显吓到了柳如烟 柳如烟磕磕磕巴巴的说 你他妈一个臭婊子 轮得到你说话 我推开柳如烟 你嘴巴放干净点 安高一站在我身后 淡淡的开口 柳小姐 你要是不想混了 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查无此人 柳如烟还在骂骂咧咧 一旁的伊藤城 倒是拉着柳如烟就往外走 我打去安高一 你演得挺像啊 安高一吹了我一下 拜托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爸是安绍辉 你忘记了 安首长 十几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在河边救了个人 那人就是安首长 当时他女儿才不过十岁出头 他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 嗯 你的恩情 我们一家可都忘不了 纪老师 要是我以身相许话 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回头 拉着安高一走出了会场 我没敢回头 怕他看出我的脸红 我第一次觉得 原来喜欢上一个人 会变得谨慎小心 我需要仔细考虑 我和安高一之间的感情 隔天 我和安高一的合照 就上了热搜 处处茅庐的新人女演员 和深藏不露的经纪人 携手上红毯 还是第一次 网友们纷纷开始猜测 我俩的关系 安高一的背景 没被扒出来一点 但是柳如烟 和我之前的关系 被爆了出来 我们俩在一起五年 柳如烟从未公开透露过 我是他男朋友的身份 我不想妨碍他事业的发展 所有被拍到的照片 都被我截了下来 为了这事 我还往里倒贴了不少钱 但这次的爆料人 显然是我们身边的人 我和柳如烟 五年的感情 都被扒了出来 从我们刚开始认识 到我为了柳如烟的资源拼命 再到他为了一腾城踹我 图文并茂 还有我俩的合照 和各种生活照 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踹了金主包养软饭男 我的天 脑子进水了吧 我觉得经纪人 比那个油腻男帅多了 什么眼神 好好好 累于顶级恋爱脑 出轨 白嫖 软饭男 这些把bug叠满了 人间祸害 赶紧滚 柳如烟的风评 立马开始暴黑 再加上他前段时间 营业不积极 耍大牌 还下场对粉丝 本来就失去了一波死忠粉 这一下子柳如烟 直接成了全网黑 我还没来得及思考 是谁爆得了 一腾城已经开始发声明了 我和柳如烟是合约情侣 我也是为了粉丝和事业 和五年前一样的招数 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还营造了一副受害者的面孔 可圈里人静皆知 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他所有的资源都给了一腾城 柳如烟再次陷入了 无尽的网爆风波 但这次不一样的是 他还算坚强 一腾城抛弃了他 他不气馁 跑到片场去找一腾城 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一腾城 一腾城 你要是不回来 我就和孩子一起死给你看 他像个泼妇一样在地上打滚 一腾城表情冷漠 疯了吧 你根本就没怀孕 他妈的每次和你一起 都觉得恶心死了 那么胖 你自己吃了多少枚鼠吗 你怀孕了 那些广告综艺就都是我的了 还不明白吗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一腾城 他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肚子 可是没有任何反应 他死缠烂打的事情传到网上 一腾城的粉丝 为了保护自己哥哥 专门成立了反柳如烟小组 我们哥哥魅力这么大 也真是没办法 就是 这种变态真的太可怕了 必须保护我方哥哥 柳如烟成了网上的过街老鼠 不管谁家粉丝 都乐意骂他两句 他没办法了 又来了经纪公司找我 当时安高一的电影上映 他一炮而红 我们搬到了更大的工作室 每天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 柳如烟趁着人多溜了进来 他一进来就扑到我身上 伯达哥哥 救救我 我抑郁症犯了 没有你我就要死了 助理上来把他拽来 我赶紧用酒精湿巾擦了衣服 柳如烟整个人都憔悴又邋遢 头发乱糟糟的 皮肤也不再有光泽 他在我办公室里大哭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怎么过来的 伯达哥哥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好吗 我这次肯定听你的 好不好 我现在一旁看着他 心里毫无不揽 他看我没反应 就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 那我把我自己都给你好不好 你以前最喜欢我了 保安也看不下去了 拉着他就往门外走 安高一刚好从另一边走过来 我绕过地上的柳如烟 走过去牵住了安高一的手 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来了 柳如烟看着我们俩 放弃了挣扎 满眼绝望地被保安拖了出去 我和安高一在一起了 起初我是忐忑紧张的 因为他的家庭远高于我 安高一却不在乎 都把我捧成巨星了 还不够证明你的能力吗 他把我带回家 一脸骄傲地向安首长介绍我 仿佛在炫耀独属于他的宝贝一样 网上关于我们的关系的猜测很多 安高一没有回应 安高一主演的电影入选了电影节 他受邀去颁奖典礼现场 我陪他去选礼服 他全程没有提要我陪他走红毯的事情 这次不用我陪你吗 我试探地开口 他笑了一下 但表情看起来有点紧张 不用了 这次说不定要领奖了 好吧 我默默帮他整理着裙摆 安高一又说 这次你就坐在台下等我好了 祭大经纪人 不知道为什么 听了他这话 我心里有点不安 我还是如约去了颁奖典礼的现场 这一次 我不再是陪他上台的人 他坐在嘉宾席的最前排 而我在后排人海中 这次伊藤成也入围了最佳男配奖 摆脱柳如烟之后 他靠着软饭硬吃的态度又翻红了一把 主持人念着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演员名字 最佳女主角安高一 安高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微微鞠躬 自然地走上了领奖台 他拿到最佳女主角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 台下一片掌声响起 他走到台上 接过沉甸甸的奖杯 没有紧张 也没感动 他就站在那里 仿佛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 接过话筒 安高一开始发表获奖感言 今天拿到这个奖 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这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奖 它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 属于我们的导演 编剧 没有他们的努力 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除此之外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 我的经纪人 同时也是我的男朋友 纪博达 话音刚落 会场的灯灭了 一束巨光灯转来转去 最后照在了我身上 我这才明白 让我坐在台下 是安高一蓄谋已久的惊喜 我要谢谢你为我的付出和努力 更要谢谢你这么长时间来陪着我 你当初问我为什么要演戏 我对你撒了个谎 今天我想要告诉你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我对你的喜欢 已经蓄谋已久 安高一站在台上 满眼含笑地看着我 我走上台 掏出兜里的戒指 单膝下跪 这本来是我准备回家之后 向他的求婚 小一 今天之前我一直在紧张 不是因为你能不能拿到奖 而是我想问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安高一点了点头 大声地回答 我愿意 台下的所有人为我们欢呼 场内一片笑声 可是角落里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大家的视线被另一边吸引 伊藤成捂着脸 痛苦地叫喊着 保安 这里有人要杀人 大家这才注意到旁边站着的女人 是柳如烟 她又黑又胖 头发散乱 和以前的她判若两人 她手里拿着一个簪子 上面还滴着血 刚刚趁大家都不休息的时候 她冲过来用簪子划上了伊藤成的脸 她扑上去撕扯着伊藤成 像一只疯狗一样 两个人在地上纠缠 柳如烟大喊着 你不爱我吗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 你的脸毁了 就不会有别的女人看上你了 我们一起死好不好 伊藤成下晕了过去 当场尿了裤子 保安冲上来 把两个人拖出来 会场一阵混乱 曾经与我朝夕相伴的人 成了这个样子 我不禁庆幸自己早已离开 我握紧了安高一的手 走向了回家的路 那些混乱的 疯狂的都已与我无关 而此刻 我的幸福已经紧握在手中 全文完